在最近连续三家银行倒闭后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5月1日发布了一份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和改革方案的全面概述 以维护金融稳定 FDIC概述了存款保险改革的三种选择 第一项是提高所有银行账户的保险上限 高于目前的25万美元 但FDIC认为提高存款保险上限 本身并不能解决与未保险存款高度集中相关的挤兑风险 第二项是为所有存款提供全面保险 这将有效地消除了挤兑风险 但可能对银行的冒险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银行可能更加肆无忌惮 而不必担心出现挤兑 第三项是针对性的提高承保范围 即针对不同的账户类型提供不同的存款保险限额 其中企业账户的承保范围将明选高于其他账户 FDIC认为 针对企业账户增加保险是最好的选择 这些拟议的选项将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 美财政部长耶伦当天警告 美国可能最早6月1日发生债务违约 而总统拜登则邀请国会高层参加5月9日的债务上限会议 美国官员5月2日表示 应国土安全部DHS的要求 国防部正在向南部边境部署1500名现役军人 旨在减轻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官员的一些压力 据悉此次派军将部署90天 不会执行任何执法任务 如拘留或处理移民 但将发挥协助运输 行政职责 毒品侦查 数据输入和仓库支柱等辅助作用 CBP的最高官员特勒伊米勒最近告诉国会 在第42条结束后 CBP正在为每天多达1万名移民穿越南部边境做准备 这几乎是3月份日均水平的两倍 最近几天 每天抵达的移民人数已经增加到7000多人 一名美国官员说 大约2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经在边境支持CBP 因沙尘暴导致能见度低 5月1日伊利诺伊州55号洲际公路数十辆车发生追尾 导致至少6人死亡与30人受伤 伊州警察局说 约30辆商用车40至60辆轿车 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以南 蒙哥玛丽县境内55号洲际公路发生追尾 其中两辆重型货车起火 据悉事故发生时 强风卷着农田泥土吹过公路 导致当时能见度为零 警方说目前正对事故进行调查 5月1日数十万人走上法国街头进行抗议 法国内政部估计示威者总数达到78.2万人 其中巴黎抗议者达到11.2万人 但据法国第二大的工会CGT称 真正的示威人数是内政部估计的三倍 而抗议活动中由于暴力冲突 不少抗议者和警察受伤 仅巴黎就有至少111人被捕 至少10名警察受伤 全法范围内受伤的警察人数则上升至108人 机场 地铁 垃圾服务等多行业继续罢工 加剧了法国的混乱 参与罢工和抗议的群众 反对马克龙将法国自退退休年龄 从62岁上调至64岁 这一场针对马克龙政府养老金改革抗议 还在不断深化 并影响了法国的经济前景 上周 评级机构已经下调了法国的债务评级 充分显示出超常罢工对法国带来的经济冲击 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助理高级专员马祖 5月1日表示 苏丹因武装冲突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全面升级 联合国估计可能有81.5万人将逃往苏丹的7个邻国 即南苏丹 乍德 埃及 厄利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 其中包括58万名苏丹人 以及来自南苏丹和其他地区的难民 此外 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宣布 苏丹敌对军事团体之间的战斗 使数百万人陷入饥饿 粮食署已经解除临时暂停苏丹救援行动的决定 苏丹的局势正在达到临界点 人们难以获得水 食物 燃料和医疗等必需品 第一次 封面